骗人 骗人 抗议 马英九的承诺跳标 这两位姐妹都是单亲家庭 身后留下八个孩子 养育的责任全落在姐姐的身上 讲到伤心处 她激动了控诉 我想请问毛泽国先生 为什么跟你们没有关系 四条命不是人命吗 为什么你当一个总统没有办法 为什么今天你上次讲的话 好像是放屁一样 都骗人 孩子堆起了石头 插上在学校美劳课 做好的康乃馨 摇记在天堂的妈妈 这一幕让同样在这场意外 失去先生的董太太很心酸 我的孩子 想到说母亲姐到了 他把爸爸的那个手为钱 好几百块 他要拿去买蛋糕 我的心头就很痛 失去新人又请不到国陪 今年的母亲节 让这些家属特别的感伤 密思新闻 田志欣 南投报导